街坊邻里打打麻将聊聊天 也很正常 不过这类娱乐活动要有度 一旦涉及到赌博层面 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前几天晚上十点 永康警方导会了一处 利用小超市来伪装的涉赌窝点 坐起来 坐起来 在这个小超市里 超市货架已经被排挤到了角落 取而代之的是乌泱泱一群赌博人员 当天下午 巡逻民警发现这家小超市不对劲 便立即采取行动 在巡逻的时候 我发现后潜村 那个小店里进出人比较多 然后从窗户外面看 人也比较聚集的 然后我们就安排了一名便宜队员 进到店里去假装买东西 以押宝的方式进行赌博 经过部署 当晚十点 民警迅速带队出击 成功控制了店内的人员 其中还有几位涉赌人员想要逃窜 也被民警制服并控制 民警当天晚上 成功将参与赌博的 20名涉赌嫌疑人抓获 现场缴获赌资 16万多 赌据一负 对这些参赌人员采取的 四个刑事强制措施 14个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我们对于这些巨重的 以押宝啊 九点啊 牛牛这些方式 进行赌博的 我们都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记者段盈盈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赌博的